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月宜组第一轮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以主题设计活化公屋街市不切实际 对赛双方为正方圣言中学 以及反方可封中学 接下来等我介绍双方的辩元 正方圣言中学主辩何兆聪同学 一副舍乃祥同学 二副张又成同学 杰双连浩同学 反方可封中学主辩黄熙同学 第一副辩尤思琦同学 第二副辩吴飞宜同学 以及杰双黎子聪同学 我们今天很荣幸请到三位评判为今场赛事评分 他们分别是 南田圣保禄中学老师周晓军小姐 涉恩中学中文辩论队老师何冠林先生 以及金巴伦奖老会 以及杰变共六个环节 发言时间是4334 反方主辩完成发言后 双方各有一次台商发问的机会 台商发问完成后 正方一副紧接发言 待反方二副完成发言后 会进行台下发问的环节 双方各有两次台下发问的机会 台下发问完成后会进入结辨环节 除了台商发问及台下发问环节外 每一次发言时间结束前30秒 有叮一响提示 叮 够钟则有叮两响提示 叮叮 超时15秒则会连叮几下 叮叮叮 详细的赛规已发布与各参赛学校 请问双方有没有问题 各位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现在我们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现在先请正方主辩发言 你有4分钟的时间 如果准备好 请讲可以 可以 听不听到 可以 建立公屋街市本意是满足 屋村内居民购物的需要 以高人的价钱作主题设计活化 又是否多此一句呢 主席 评判 有方同学 大家好 讨论变题之初 需要先定义变题中的几个关键题 第一 主题设计 是指街市的设计 需要具备一个鲜明 甚至独特的主题 第二 活化 根据市建局定义 是指将重建项目内具 历史 文化 建筑价值的楼宇 地点 构终密着日新的活力 展现该区的历史和文化 色彩 而主题设计和活化两次合拼 推动到街市 就是指 用某一个斯文的主题 重新规划 装修 营运原有的公屋街市 以后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 第三 公屋街市 房会将公屋定义怀出租给 无法负担 私人留意的低收入家庭 而兴建公屋街市的目的 是为了满足该屋村内居民购物的需要 第四 不切实际 根据台湾教育布辞典的识意 是指不适合现实需要的行为 属于贬义 香港开放至今 街市一直都是市民购买必需品的主要途径 在2019年领展中期报告显示 街市的充用率高达九成半 可见即使我们认为街市需要改革 都不能否认街市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因为商户、消费者 双方都对街市有极大的需求 近年不少公屋街市私人化后 进行主题活化 最终成本转嫁给商户和消费者 导致民怨四起和争议不断 今日的变题应运而生 要衡量今日的变题 我们必须探讨以主题设计 活化街市是否符合供应 需求两方 亦即是商户和消费者的需要 并能否贴合公屋街市的定位 我方赞成今日的变题 原因有二 第一 于供应一方而言 成本转嫁商户 有损少商户生计 主题活化必然涉及大规模的 重新规划和装修 所需的成本极高 领会监察主席楊乐宜指出 领会旗下或外盘的街市 近年释距去之装修后 都变成贵价街市走高档的路线 可见主题活化当中 高档的成本会转嫁给商户 令租金上升 以致小商户要崖跪租 甚至被迫结业 最终被连锁集团取而代之 除了租金以外 主题活化后 街市不仅仅地板白墙 还增加了很多怀而不实的设备 当中的维修费 管理费也是由小商户承担 第二 于需求一方而言 主题活化怀而不实 街市对象失照 兴建公屋街市的目的 是为了满足公屋居民的购物需要 根据2016年中期人口报告 公屋家庭人口住户每日收入中位数 为16000元 比起全港中位数 终低了9000元 差距达36000元 反映了公屋住户的水平 明显低过全港整体水平 对家庭物美产品有确切的需求 消费会调查亦显示 近四成的市民在街市购物 因为价钱较便宜 可见公屋居民有所需要 并非是花巧的设计 而是价廉密尾的产品 可惜公屋街市活化无助 居民购买便宜货 明显没有能够满足屋村居民购买所需 违反了公屋街市的原本定位 实为对象失招 比起用这笔钱豪装街市 维修厕所改善地面排水系统 改善通风系统等等的基本维修 令公屋市民买送更加方便 仍然更加有效 更加实际 另外 主题活化成本 最后转嫁给消费者 令他们为了新计长途拔赤感 跨区购物 搞得这么扰民 又是不是有方同学所乐见 最后我想问有方同学 公屋市民去街市买送 是看金碧辉煌的设计 还是看十位的价钱 多谢各位 接着是反方处便 你有四分钟的时间 如果准备好 请讲可以 政府� assassination 我们去正好 请 Lou 订阅听到 如果我準備好了,請剛好可以,我就會開始計時 主主評判,有位同學,各位各位大家好 剛才我們有位同學問我們是尚用廢話的裝飾還是家庭 但這條問題是否有位同學對我們變成理解的博弱 我們今天看到主題字架是甚麼? 即是一些裝飾 我們的主題字架不是一些裝飾 不好意思,我們不是聽得到,很窄 好窄 可以重新來嗎? 或是拿近一點? 會重新計時,但可能反方再測試一下 反方的同學,你可能多說幾句,我們稍後會重新計時 你現在嘗試說幾句,我們先嘗試這個設定 反方轉變,這個音量是否可以? 你可能要持續說幾句說話 你一直說,找些東西說一下 我們反方主任主席評判,有位同學聽不聽到? 可不可以再大聲一點? 如果站前一點,應該會比較好 站前一點應該會比較好 而且好像反方有少許網絡問題,有點窄 變了可能你要持續說一些東西才會知道 不然我們除了聽大小聲,我們確認不到你那邊有沒有斷 那你會不會可以找些東西持續說 我現在站在這個位置說話 主席評判有幫同學,我是反方主任 聽不聽到我說話 聽到,聽到 好,那我現在重新來過可以嗎? 可以 可以 準備好,可以說一聲可以 然後我會叮一聲就可以開始說了 可以 叮 主席評判有幫同學,大家好 首先謝謝有幫同學的發問 有幫同學就問我們說 是要金碧輝煌的裝飾還是價錢 但我們首先看到的是什麼? 有幫同學對於這條辯題的理解太薄弱 有幫同學只是認為主題設計是一些不像實際的裝飾 但我們今天看到的是什麼? 主題設計是由概念設計到配套設施的一系列 有多功能用途 而根據市經局定義,無法只透過適當的途徑 改善地區經濟和環境的狀況 為地區帶來生氣漲 還有幫同學看清楚自己的定義 關於歷史文物的 是否我們今天辯題所討論的定義呢? 而辯題之間中的不切實際 以之為不符合現實狀況 而需要 香港高校街市全座衛生情況惡劣設計過時等問題 審計處的保護報告顯示 部分高校街市的設計和設施未能滿足現今的期望 市民不決投訴 這個環境令人失去購買易用 香港中央大學始祖教育學院院長蘇偉文也指出 年輕一代都已經習慣了在超市買菜 傳統街市的戶客平均年齡越來越高 越高鼓勵模式不變將會被時代淘汰 而近年無銷私人企業 推行主題設計會化公屋街市 獨特熱生命的主題設計 配合完善的配套設施 為戶客打造全方位的街市購物體驗 一改對街市的黑板印章 今天我幫核量變形的標準在於 以主題設計會化公屋街市 能否有效改善其惡劣 為公屋街市駐入新氣象 改善其環境 回應市民訴求 文件聯2018年的公屋街市文端調查結果中顯示 最多受訪者認為 街市的不足是衛生田街 變了60.6% 其次是設施殘舊 變了45.8% 公屋街市的殘舊令市民卻報 人流下降的情況令生活難以生存 都知現時公屋街市 被空置問題嚴重 食環豬本屋的街市中 最高的空置率達到60% 並且逐年遞增 選擇街市會發的企業 香港街市亦推出 部分公屋街市實除其傳統顧客群體 以至空置率偏高 淘汰的命運 以主題設計或街市由開鏈設計 到具體營養的配套 提供一系列的多功能用途 改善租入的弊柄 住日深風格 以壓里多街市為例 街市融合了馬海風情和現代特色 主題設計劃化 改善其環境和配套設施 例如街市建置支付 明明市民在購物時遇上計算疏漏的問題 更加嘗試在街市發掘更多可能性 甚至少時街 其空置率由翻新前的52% 去到現時已經清零 由此可見主題設計 除了滿足市民對於公屋街市 良好環境和配套設施的期望之外 更加令商戶發掘相機降低空置率 令公屋街市緬於被時代淘汰 第二 為消費者提供淡新的體驗 刺激其購物獄 現時商業運作經常會利用主題設計 作為灼頭 吸引消費者商場會 不時舉辦各種主題展覽 就連去便利店買東西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發現 經過主題設計 包裝它的產品銷量較高 南京中央商場泰迪主題龍身邊 就是可以當日打破日清掃雅的歷史最高紀錄 而根據樊春陽 各星期的基於消費心理學的企業營銷策略分析 消費者的購物活動 與購物環境的舒適與否 民設相關 例如有港版築地之稱的小西灣廣灣市場 令香港人喜歡吃海鮮 喜歡多日本旅遊市場的狀態 再配合一元一隻泰國黃金蝦 五元竹花甲互動等 為消費者提供讚新的體驗 提高其購物獄 最後想問有個同學 實惠是試試追求独特的年代 一定屋邊的街市要怎樣吸引消費者 一定 接下来是台上發問的環節 先由正方台上任何一位辯元 向反方主辯提問 發問時間一分鐘 反方主辯準備一分鐘 回答一分鐘 所有時間結束前15秒 有一丁提示 之後由反方台上任何一位辯元 向正方主辯提問 發言時間同上 雙方均向對方提問一次 以及回答一次之後 就回到正方一副的環節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請評判注意 在填寫台上發問的分子的時候 要特別留意填寫的次序 特別是反方的分子 第一格依發言次序是回答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的分數 現在請正方自由派出一位辯元 在台上發問 如果準備好請說可以 可以 定 今天有方堂就跟我們說 公眾街市的空置率 空置率很高 有六成 但今天我們辯提中的字眼是什麼 是公屋街市 那這個還是不是 今天辯提討論的範圍呢 第二 今天有方堂就說 如果主題活化之後 就能夠 空間更加舒適 能夠吸引更多顧客 但有方堂有沒有考慮成本的問題 今天 公屋街市的原意就是 為了滿足居民的需要 為了滿足居民的實際需要 應該以價格低廉 價廉物美為目標 那今天還是不是 最後想問有方同學 公屋街市竟然不能夠滿足 最後想問有方同學 公屋街市 成本高昂最後 是否令到公屋市民受惠呢 能不能夠滿足公屋市民的需求呢 各位 叮叮 好,現在反方主編 每一分鐘的時間準備 叮 對 跟他一分鐘的時間 可以 我們其他人 感谢观看 准备时间结束,有请反方主辩答辩,你有1分钟的时间,如果准备好,请讲可以 我是反方主辩,听不听到? 这边接收清晰,想问正方同学听不听到? 正方听到 正方听到 那你准备好就可以讲一声,可以 可以 主持评判,有位同学 首先张姐有位同学去评问,有位同学刚才跟我们说 刚才我刚才的数据是说食环住的街市,但我刚才看到的是什么? 主题设计后的街市空置率都有改善 比如我们刚才说的压力生街市 翻身前的空置率百分之五十月去到延时充零 第二就是有位同学一直跟我们说主题设计翻身增加成本 但是有位同学有一个例子都没有给我请,有位同学认正翻身 第二有位同学说主题设计之后会上升成本 而街市的原意就是物年价位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什么? 传统街市,鼠换问题严重,环境又污租 那么这些是否有位同学认正的价廉物美呢? 有位同学今天是否只是为了价廉而忽略了物美呢? 我的发言结束,谢谢 好,现在有请反方自由派出一位辩元作台上发问 如果准备好,请说可以 请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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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反方,請問有方同學聽不聽到 是聽到 計事完 準備好,請說可以 可以 主持評判有方同學,各位大家好 剛才有方同學跟我們說 街址是要物聯革命,所以不需要改善 我想問有方同學,街址這些環境 環境問題、小環問題一直存在 是否基層致民不應該 向有街址 完善的配套設施和良好環境呢? 是否基層致民就不會擁有 這些福利和生物死亡呢? 謝謝 好,現在正方主便的一分鐘的時間準備 定 謝謝 警告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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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准备时间结束,现在有请政方主辩答辩,你有分钟的时间,如果准备好,请讲可以 可以 再有这么多,大家好 首先回答我的问题 我们从来都没有说过是不需要改善的 但我们是觉得不需要用主题活化那么高的成本 方式来改善 请问一下,有方同学有没有听清楚我们在说什么 有方同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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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好,请讲可以 听不听得清楚 听不听得清楚 我这边接收清晰 反方同学听清楚 偏端我们是反方,听得不清楚 是的,我是正方一副,這個聲線聽不聽得清楚 還是不是很清楚 現在聽不聽得清楚 現在可以了,謝謝 我準備好了 好,叮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以及在座各位,大家好 聽完有方主編幾分鐘的發言之後 不難發現有方同學的幾大謬誤 有方同學就提出一成不變,如何吸引消費者 其實我們公屋街市只需要服務公屋市民就已經足夠 不需要吸引其他人流等 有方同學提出的全部都是公眾街市 我們屋村街市只需要服務市民就可以 有方同學不斷地提出的例子 全部都是我們的公眾街市 請有方同學分清楚公眾街市和屋村街市的用途 其實今天有方同學無非都只是想把街市變成超市與時並進 有方同學可能連街市的功能都不清楚 街市擁有不同的攤檔,例如賣菜、賣魚、賣雞 它的重點是它的種類多,價錢便宜,有得選擇 超市就是預先包裝,但它犧牲了價錢貴 而且它的種類比較少,不新鮮 兩者定位是明確的 客群都是不同的 想問有方同學知不知道公屋居民需要些什麼呢? 有方同學今天不斷地跟我們說 街市出現了一些不衛生 還有一些東西都爛了 所以這些問題是否應該針對它 修理回那些問題 還有加多一些衛生的設施 還有清理好它們 而不是主題活化加一些新的元素過去 這個是建基於 修理完了之後再加一些 這才叫做主題活化 有方同學真正的需要 只需要修理回有的問題 還有增加衛生方面的要求 那就已經可以解決到有方同學所需要的問題 而不需要花那麼多錢去做什麼所謂的主題活化 有方同學又說 主題活化可以解決到街市空置問題 我方同意 有一兩個街市 例如石維各街市存在空置率高的客觀現實 但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是日久失收 選擇少等等 導致沒有人幫襯 我想反問有方 用一個主題去搞一場大龍鳳 可以怎樣解決這些問題呢? 為什麼不是用簡單的修理 搞好些衛生等的合乎成本利益的方案 以解決實際的問題 設合實際情況的需要 又想問有方公屋街市所追求的 究竟是實用性? 還是加完那些東西出來看看 開心點呢? 其實 用主題設計去活化 公屋街市根本就是不可行 在供應一方而言 我方主題也提出了 這個成本是會轉嫁到商戶和小販那裡 就以有外街市為例 水族店李先生提出 街市活化之前只需要萬多元 可以租到很大的空間 但活化之後呢 萬多元根本買不到以前這麼大的座位 而這個所謂的活化 就是會帶來一些沒用的壁畫 擺設以及 和吵到影響街市交流的音樂 那這些呢 不單毫無作用更加 還有 有方跟我提出的那些呢 根本就 只需要通過修理 和搞好一些衛生性的解決 根本就不需要主題活化 各位 接著是反方第一副面 你有三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請趕可二 情擁抱 會不會有靠時間 有靠時間 聽到 OK 聽 這就是評伴 Here on earth 我繼續的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eken開就跟我們說 我們成本都跟你說 有realts有沒有證據 誰要跟你說成本 Easter 那接下載的街市沒錯 高市民只要最便宜 其實甚麼都不用做 但是今天看清楚 街市是不是有一成的� 我是不是一定要那麼髒 我有uchen城是否覺得 高市民就變成好 現況市民希望街市變好 但是好像受救的思想,不肯定進步 現況是街市逐漸被淘汰 現在主題設計會快速正正提升了街市的競爭 吸引更多人提升營業額、降低控制 現況今天連公屋街市的最後一條救命稻草 都要這麼殘忍地拔走 有可能今天講了這麼多例子 收金上升、轉嫁給消費 現在有沒有數據,請給我們一些數據 租金上升有多少 我們今天又不明白主題設計會和租金上升有什麼必然的關係 通貨盤在香港一直都存在 很多客觀因素,譬如庫面、免職、跪至人流 都會導致租金上升,再者 有方我明白,今天發生了一個環境高漲 租金上升是合理的事情 有方我今天看到芝麻想要加市乾淨 環境高,但又想些菜便宜 有方我今天就這麼天真 又要馬而好,又要馬而不斜通 這些才叫做不切實際 有方我到底想些菜便宜 還是一些環境好 有方我今天就認為主題設計會發不切實際 有方我認為公屋街市不需要有很多要求 夠便宜,剛剛好就可以 我們看看家市的本質 家市是我們每天都要去的地方 有方我剛剛回避我方主題 剛剛所問的問題就知道 有方我對於街市沒有什麼要求 這個想法正正就是思想的顏色 所以我們每天都要去街市 我們才應該對街市有要求 這都符合最好的體驗 有方我和我普通 普通只是變得光淨那些叫花生 變得光淨的同時,也變得更加有桌頭 不單只是街市這麼簡單 像池王山市長以示歐陸小鎮作為設計風格 影響港人喜歡出國旅來的心態 令港人可以不出國門 就可以感受到歐洲小鎮獨特的風情 這些才叫做活化 有方我不斷跟我們說 花生可以做到什麼 整個廁所不夠 但其實我今天都承認 有方說花生的好處 但有方我要教我清楚 花生本身就是主題設計活化的 不過各別的一部分 而主題設計的好處都基於花生的好處之上 而且做得更多更多 所以今天有方和我講的花生的好處 主題設計活化都做得到 再者 我方現在正正相應這方面 這什麼都講求主題的事 商場有主題 餐廳有主題 而苗人街市不單是家庭主要有好地方 而老人家是年輕都會街市買菜的時候 所以有方同學需要看著街市被圖 聽到的各位 接下來是正方第二負面的發言時間 你有三分鐘 準備好請說可以 嘗嘗嘗嘗嘗嘗 請問 聽不聽得清楚 有方同學 還有評判 不好意思可不可以再大聲一點 嘗嘗嘗嘗嘗嘗 這樣聲線會不會好一點 OK了 謝謝 好可以 Mr應 invers 互相 authors 評判 嗨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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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不 Meu相反 你問功夫 要 dining 對 還好 就是 口 給市民購買,而今天變題,甚至是公屋街市 相信任何同學都不會反對,住得公屋的普遍都是基層市民 作為一個商戶,希望將成本減到最低,重現將利益最大化 作為一個消費者,固然想買到便宜的商品 而街市經過主流設計活發之後,租金將會隨之上升 而商戶為了保住新界,為了將商品的價格調高 而這筆翻新費用,最後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有基層市民埋單 今天想送兩個不至比有分同學的 第一就是不負責任,如果有方同學忍心見到基層市民 要顏著這筆翻新費用,有方同學有沒有為基層市民著想過 這個進展有方是多麼不負責任的 市民需要的是不是懷疑不實的主題街市 需要的是樸實無話,加連密美的普通街市 有方同學剛才就說到,我們的主題世界活發之後 背後有多完善,多好多好,但有方同學完全沒有交代 是怎樣的配套,什麼的配套,有方同學完全沒有交代過 有方同學今天只是盲目吹捧主人設計活發之後的成效 是完全不適其可能性,是完全不負責任,更加是不切實際 有方同學剛才也說到,我們要街市環境改善,要環境好 有方同學甚至說要行兩個街市好還是不好 是不是隔離密美,它的密美是在於環境 而我想跟一方同學說,要行兩個街市好還是不好 不是看它的裝潢有多漂亮,多有主題性 而是看街市的食物質素,賣的商品是否便宜 有方同學很需要解釋清楚這一點 就算今天主流市的活發街市,完全不用成本 不用裝修費,翻身費 讓你建造一個街市整個皇宮 但裡面賣的是什麼?賣的是死魚、獸魚、貴魚 有方同學覺得這樣的街市還有沒有人光顧呢? 當然不會,因為市民著重的,從來只有食物質素,而不是街市的環境 有方同學剛才也說到主題設計活化成本是不會高昂的 說我們是沒有論證的 今天我們就看到洛富街市以洛富街市為例 洛富街市用了1.2億巨壓費用豪華裝修 好事兩年才完成整個工程 到最後租金上升超過一成,86個商戶被迫 優業甚至結業 我們今天看到單單裝修已經用這麼多錢這麼多時間 到提羅一大都小店賣不住 有方同學有沒有想過,若然要翻天覆地主題設計 活化一個街市是需要多少的人力物力和時間成本 到最後會有多少商店捱不住而倒閉呢? 第二個不次就是不仁不義 有方同學的目光未免太過短淺 將一切都想像得太過美好 而進行活化期間,街市就會被迫關閉 原本在街買到送的市民 現在就要走更多一路,想不到車才買到送 我年輕力壯就無所謂 有方同學有沒有想過街市將來設計活化期間 會為年紀較大行動力較弱的居運 帶來幾大不變 可見花這麼多資源和時間 主題設計會發街市是擾民致極的 有方同學有方主便就跟我們說 我方同意環境是要改善的 但為何我們要花這麼多資源做主題設計 而不是用更加簡單更加少的成本去做裝修和清潔呢? 多謝各位 接下來是反方第二負面的發言時間 你有三分鐘,準備好,請說聲可以 請問,請問,請問,聽到嗎? 聽到,聽到,正方聽到 沒有,請問,是不是 adap們 是否 Kevin 準備好,請諾 所以請問,請測應 可以了 小心 主席 評判 有沒有學助 各位 大家好 有光主辯 杜憲 出來 只不斷會說 今天就是租金上升 物價歸過的轉價給市民 今天我方就想問一句 究竟租金升了多少 物價升了多少 裡面有多少成本是轉價給市民 有幫同學慢慢解釋清楚 別自己說一兩句 就讓人可以留證到 第二 今天有光同學 只不斷會重提 因為基層市民只需要便宜就可以了 今天有光同學就說他是為基層市民穿上 今天有光同學你明白嗎 今天基層市民其實是想一個乾淨環境的糧果確保體驗 不是想要便宜這個字 而我方主席已經給了不同的問卷調數據 今天街市見到他已經淋為老鼠樂園 例如大成家街市 群鼠為食豬肉 令食物受污染 但是今天街市每天都要去吃 一邊的食物我們每天都要吃 但是這就是有光同學想說的家人運美嗎 今天主題活化設計 就是可以改善食品的質素 還要提供它的購買體驗 第二 今天有光同學出來不斷地說 落庫街市又如何有成本 今天我想問一句 是不是所有光街市都好像落庫街市 今天有光還有沒有其他例子 再者 今天有光同學其實是看得太表面太膚淺 適用數字作為衡量標準 但是我們今天真正要看的是 究竟這筆錢是否用得其所 今天看到的就是主題設計方法 可以作為一個窗口 吸引人流 更多商務提高它的營業額 這些就是真正要做用得其所 第三 今天有光同學又再講 今天街市不需要再靠其他人流 只是照顧一班基層市民 但是今天有光同學 在現在公屋街市這樣的情況下 心想他們的傳統戶客群 還如何照顧他們 而且還要不吸引其他年輕人 一起去街市 照顧他們的需要 那麼街市就是這樣會被淘汰 我們今天主題是要發佈 正正要拯救這件事 我還記得婆婆曾經跟我說過 因為住在附近的石尼街市 所以會經常去那裏買雙 但是因為未活化之前 那裏有街市 環境有污垢地面 地面有濕滑 而且燈光發暗 就是這樣 所以婆婆就一次不小心閃親 而不於無奈之下 婆婆就唯有叫我去 幫她去翻身之後的街市 買雙 如果一進到去 活化之後的街市 發現到那個街市 不單止是靚了或不靚了 燈光明亮了 還要配合主題 舊香港 這個國際婆婆一直跟我說 她最喜歡 最懷念的時代 在這個時候 我才發現到 原來街市 都是可以這麼美 原來街市 可以不只是 骯髒蠟燈 老鼠橫行 這樣的樣子 令我都不敢 陷入了舊香港的魅力 丁丁 現在進入台下發問的環節 先由正方台下派出一位便員 向反方台上便員提問 正方無權指定回答者 反方可以自由派出台上便員回應 台下發問時間為一分鐘 台上準備一分鐘 再回答一分鐘 所有時間結束前15秒 有一丁提示 之後 由反方台下派出一位便員 向正方台上便員提問 發言時間同相 雙方各有兩次台下發問的機會 而兩條台下發問 可以由同一個便員提出 請問雙方對於台下發問的環節 有沒有任何疑問 如果沒有的話 台下發問環節現在正式開始 有請正方派出一位便員 作出第一條台下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 請趕可以 請問請問 請問我聽不聽到嗎? 反方同學請問聽不聽到 請問我可以大聲一點嗎? 現在聽不聽到嗎? 可以了 準備好性降身可以 可以了 有方同學今天說到 街市其實是多功能用途 不好意思 剛才可能是網絡或者什麼原因 突然間特別小聲 不好意思 我再說 請重新計時 或者 政方同學再試一試 可以看看 你站起來說的時候 反方聽得清楚嗎? 請 現在是 正方同學的台語法文 聽聽不清楚 要不要再大聲一點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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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方同學今天說到 街市其實是多功能用途 但就沒有說到是有什麼主題 什麼概念 好了 在一副中已經聽到了 用歐六峰小鎮 先不理 歐六峰小鎮是否實際 有方同學的主便 就說到 街市主要是老人家用得多 那為什麼我不在油局 醫院那裡做 有方同學後中所說的 是否一定要賣如性 穿著的歐六峰衣服 歐六峰衣著 來給老人家買東西呢 這樣是否才叫實際呢 多謝各位 現在反方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 叮 謝謝 准备时间结束,现在请反方派出一位辩员答辩 你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好,请讲可以 可以 主席和一半楼,最后的位置大家好 首先,谢谢一半楼的货问,提醒一半楼,看清楚 现在不仅仅欧陆小镇,而是以旋律为主提 而是以中国传统说法表达为主提 多个监制,不可以提醒一半楼,不可以提醒一半楼 今天提出这个问题,证明一半楼对变态的理解和合约 因为我们只是在画画一些公仔 我们刚刚举了这么多的例子,我都不提及 还有,请麻烦你提醒,我刚刚主辩都说过 主题无法设计,是有概念设计 加上陪陶组织,例如小吃街,店主支付等等 所以请有帮我不要再运动,谢谢各位 现在有请反方派出一位辩元作出第一条台下发问 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请讲可以 是,可不可以再说一遍听到 有分钟听不听到 好的 好,可以开始 叮 主席、评判、有分钟,再继续各位,大家好 其实今天听到有分钟,我讲到全场 一直在谈调,我们讲的主题是贵就是贵就是贵 完全忽略了其他东西 并且帮我评计他们购物,不会有一个好的环境 首先回到主线 我们由头到尾讲的主题 也不是只是装饰物,不是摆棵树在那里 而是有一系列的配合,一系列的设施去配合主题 并且环境整体他们的购物体验是提升了 而数据那方面 由头到尾没有说过租金上升,物价成本上升等等 他用主题的关系有没有数过,有没有专家说过呢? 即使他价值上升了 我想问一下,他用一个大面积,听不懂是贵的 我想问一下,有分钟的问题就是 是否那个问题不会有一个好的设施 不会有一个好的概念 要用选择他的空中呢? 还有有分钟,你是不是再讲价值的问题呢? 谢谢 请台商别人 现在政方有1分钟的时间 不好意思,我们听不到他说什么问题 最后一句 是 可不可以重复多一次? 好,我再重复多一次 师妹,听不听到? 可以只问最后那条问题 应该只听不到最后那条问题 对吧? 是 好 我想问一下有分钟,公屋的居民 他们是不是不配用一好的设施 不配用一好的设施 你们是不是要忽略物理,就是要嫁连呢? 政方同学今次是接收清晰的嘛 是,我们听到的 好,现在政方会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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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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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請正方派出一位辯員答辯 你又有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說可以 好,可以 各位大家好,我方其實絕對沒有說過間線不需要改善 有方堂不知道有沒有仔細留意我們的主編稿 我們需要的是必要裝修來改善排水,改善通風系統 而不是去做一些歐綠色小鎮設計 歐綠色小鎮風情關香港什麼事,跟風屋市民什麼事 高屋市民最關心的就是嘉年麥美 今天活化完之後做不做到嘉年麥美,有方同學沒有說過 不要緊,等我告訴你,屯門由我街市活化之後 付費過千萬活化成和華峰街市 付費租金由5200元加到14萬 有方需要數是,我現在告訴你,清衣場發街市活化工程 付費4千萬街市化為藍光水俗本 租金赤格大增3至4成 又怎會不會轉教去商戶和消費者道呢? 多謝各位 現在有請政方派出一位辯元作出第二條台下發問 有了一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趕可以 請周到貸付 或者好像剛剛請試一試麥克風接收得清不清晰 各位我是正方的台客發問,聽不清楚嗎? 要不要大聲一點? 不好意思,聽不清楚? 現在聽不清楚?會不會好一點? 好,謝謝 準備好的話請說可以 可以了 正 入方同學,今天先回歸辯題,說到活化其實你們所說的都是小修小補 其實主要活化就是重大改變在用途上 譬如中環街市,由街市變成多用途的優結地 比利西市街市會由街市變成傳媒業的展覽館 這些才叫活化 在入方同學後中講到,由主便到兒父都是針對街市的整結 老鼠樂園不整結,我同學並不反對 亦不反對要改善 但這些是活化還是優化呢? 優化是什麼呢? 是否要調章,譬如整個街市變成歐六峰 譬如商鋪換了草地 之後全部都穿了歐六峰的衣服,這樣才是活化呢? 多謝各位 好,現在返方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 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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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有請反方派出一位辯員答辯 你有一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請趕可以 姊妹姊妹,聽到嗎? 聽到,聽到 可以了 主席評判,大家好 首先感謝友方跟我的提問 今天友方一出來就跟友方說 我方主題會說是小收小寶 看看是否真的小收小寶 原來有電子支付,有家長美食,有港版出地 那麼多例子,這些就叫小收小寶嗎? 反之今天友方同學想說的拖地,撕下廁所 這些才叫小收小寶 再者,今天友方同學 向混淆市場,舉錯例子 說中環街市 今天友方看清楚,中環街市不是公共街市 只是普通的公眾街市 然後活化成為歷史文物 謝謝 接下來了有請反方派出一位辯員 再出第二條台下發問 另外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趕可以 請問問 請問,請問,請問 scoop櫃,請問,聽到清楚嗎? 可否再說一次 請問,請問你聽清楚嗎 清楚 可以了 再發問 諸 are the sound 大家好,今天有方說我封的例子全部都是公眾街市 請有方和我聽清楚 主面所說的鴨尼州街市 一副所說的華明村街市 還有二副所說的石梨街市 這些全部都是公屋街市 請有方和我不要再問牛市評 今天有方和我一副和我講 不需要吸引人流 但需要你公屋市份 但如果公屋街市封指令高 根本沒有人去 是不是也不需要吸引人流 謝謝各位 現在正方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 定 好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可以了 有位同學剛才說到豪華裝修主義設計活化之後就可以吸引到人流 有位同學有沒有想過裝修完豪華設計活化之後 他的商品價格就會提高 而商品價格提高之後 這些小店是不是還可以繼續捱住呢 因為商品價格提高之後住在公屋的市民就會更難買到隔離物品的商品 最後只會造成一個惡性循環 有位同學也提到我們要吸引人流 有位同學是否不解公屋街市原本的定位 公屋街市是要服務當區的公屋市民而不是一個旅遊景點 我們的街市不是為了打卡 我們是為了買到菜 為何我們要做這個主義設計活化呢 而如果真的多人流的話 街市會變得更加擠勇 到時公屋市民需要更多的時間去買 是否有位同學所樂見呢 有位同學如何確保這班人 如果真的多人流如何確保這班人 多謝各位 接下來是傑辯環節 現在雙方的傑辯會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 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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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预备时间结束 现在先请反方的结变总结 你有四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请讲可以 可以 定 主席评判有关同学 各位大家好 香港全国街市趋势时代的推进 见识力大大上减 和业续调识明 有同学摆持着50年50年代的眼光 审视公共街市的角色定位 街市公民必然一成不变 可于思考时代发展之下 公共街市的出路 不略主题活化 呼吁对身生命 而不止在时代浪连之下 被模成通过的事实 如果公共街市 30年可言而坚守着传统的风格 有同学们觉得会压难不倒 来到比赛的美式 我们不同学怀疑基本道 从审题角度和量点审视今天的比赛 先从审题角度看 伙计在今天有同学 到比赛最未遍 而是未看清这条面条 一直我们讲 街市装修的补处 就草式这样画 剪 草式这样画 变体成 但从主变到以后 都没有一直认真去分析过 主题接触会发 公共街市的这些拳头 有同学是否自认理规呢 司机商主题会发 减低通智率 刺激透明欲又致富到门童年龄层的需求 利文又利相互体造商业的局面 相反 装修根本一样都做不到 所以有可能我哪里能够说过去呢 今天到台阶的画节都和我们讲中华的街市 不过这个中华街市是讲历史文化的国家计划 根本就和这条面题无关 知了都找错 又是否真的合理呢 再到论点的位置 今天同学的理解是非常之薄弱 不管也非常之短次 无非是讲失缺本业和租金上升的问题 就让我们第一解释 第一 今天有同学我们讲违反原意 就说失缺了价廉物理的本性 但今天有什么同学更污租 有这个问题严重性的问题是否真的合理呢 布置卫生之后又和我们讲价廉物理 那么不卫生的时候又怎样做到物理呢 都抬上发明之后又达不到原因 从此可见 有根本就是讲不过去 另外机程又是否真的值得 又是否真的不值得去有完善的街市设施呢 有可能是一路都没得 无尽重性的责任 根本就是自伤难强 第二有同学和我们讲租金上升 不过今天有同学说我们整条辩论 有可能都是举到一个例子就是落户街市 有可能一个例子走天牙的一个想法 又是否真是一个实切的推量呢 其实今天和我们讲维修费高 修理费高 不过去到比措微证有可能一个例子 一个实切的一个常识 成功多几多点解释通过旁边和套租面积 其实都是可以令到租金上升的原因 在务税局没有专家支持的情况之下 一切都是有关同学自己的贸易 再说有关同学和我们讲租金转价给市民 但有关同学说翻身可以做到 但如果是翻身一样都会有一些维修费的修理费 照出现这些转价给市民的问题 密贷阳合会上升 可见有同学根本是逻辑错误 请有同学看出这件事先好讲 其实今天工学街市严重的卫生过时设计的问题 大家都有没有听到 而主题会发生工学街市的强生针 达之进步的见证 从工程我们可以扩大想象力 用日本地的特色再切实创新的主题 不单是服务公共街市的受众 呼应市民对公共街市的诉求 更甚的是 让我们在这个讯息下的世代 甚至是事事追求主题的世代 仍然在我们大众心里面 藉有一笔之力 最后想大家思考一下 作为一位香港的市民 如果街市市部 吱吱 要将眼白白这样见诀 举唱着时代的变迁 在强的竞争之下淘汰 失去自古以来的街市文化和氛围 还有真正乐意 谢谢各位 最后由正方结辨总结 你有四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请讲可以 不好意思,麻烦大家一会儿 因为还在收拾一些稿 是,可以 答案 请跟你讲 OK 订阅 評判有方和我對各位大家好 電影每當變幻時中的富貴虛街市 或者抵抗超市競爭 用盡辦法模仿超市 例如交裝購物車 接受上路卡付款等 最後搞到一鍋譜 不單只失去街市原有特色 還無法和超市競賽 最後被迫倒閉 作作各位此情此境絕非虛構 有方和我口中的主題活化街市 正正令街市偏離原有的定位 即是無需過份高檔地 為市民提供新鮮良食 不單失去街市原有特色 對象失焦 還令成本轉移給小商戶 令到小商戶的競爭力下降 間接助長超市霸權 又是否有方和我所落見呢 比賽來到尾聲不難發現 有方和我仍然存在幾大謬誤 第一誤解定義 有方和我來到後場 還要和我方爭拗定義 不知有方是故意混淆視聽 還是對我方的言是充以不問 不妨再看一遍題中的字眼 第一公屋街市 那個街市不是公眾街市 定位是滿足屋村居民的購物需要 有方主編一開始又舉錯例子 說公眾街市空置率超過六成 然後就說 說公眾街市空置率超過六成 所以就有活化的需要 第二主題設計 有方陶牙發文就說科技是主題 但我方見到顯然不是電子主題設計 絕非街市裡面加裝支付寶等等的收費系統 此類的設計只是科技上面的Semi提升 而不是主題活化所指的 以鮮明主題重新規劃呈現 按照有方的邏輯 若然房委會今天在某一街市 加裝類似 難道街市的主題就是性別平權 顯然不是 有方無論對公屋街市益 或主題設計所定的定義都錯誤 難以開展討論空間 第二 誤判街市性質低估成本 有方陶牙今天跟我們說主題活發 可以吸引顧客 有方整個立論 清楚就是主題活發之後 成本只是會由財團或政府負擔 成本完全不會轉嫁給商戶 以致消費者未免過於天真 有方陶牙剛才就說 我們全場就是舉了一個例子 但我其實已經在台下發文的時候 已經舉了兩個例子 麻煩一會大家聽清楚 無數街市在翻新之後 成本轉嫁給商戶和消費者 例如馬安山、利安街市 在翻新之後 已經加了兩至三倍 每年加租 由海美店店主說 每日要做五千元街坊生意 才會勉強給租金和籌款成本 利安街市裡面 一條魚都要賣貴過 外面大約二十元三分一商戶結業 這些又是否通脹 是否通脹令到這些物價高企呢 值得注意的是 單單翻新街市 例如加裝冷氣 都會令到街市商戶和消費者 背負這麼大負擔 更何況要全面 可以重新以詩名主題規劃 即是活化呢 消費會指出市民到街市購物的首要 考慮因素是價格較便 以及有多種新鮮送菜 有多個商戶可供選擇 而不是環境有沒有冷氣 裝商和美觀等 而活化之後成本轉移至商戶 商戶被迫加價 市民負擔增加 未能夠符合市民去到街市購物的主要 考慮因素 自然會轉頭 價格較低的銷售點 又如何達到 有方口中吸引顧客 提升顧客的服務體驗呢 有方又說 活化完之後人流會多了 但我方的疑問就是 他們是否全部都來買菜呢 他們來打卡的話 又是否來買菜呢 我方今天看到 他們來公屋街市 只會令到今天街市失爆 令到附近的交通無受極大壓力 那是否方便到附近的市民 又是否符合到今天公屋街市的定位呢 我方從開遍到結辯 都只是想說主題活化街市 不符合公屋 雙方利益 那這個計劃正中 是不是公屋街市呢 今天街市承載著香港濃厚的情況 原來物貿然以主題活化公屋街市 根本不設實際 因此今天別題來答應 多謝各位 比賽會告一段 請大家稍等一下 題目的評判 最佳辯論員需要額外評分 每一位評判請先選出三位表現較佳的辯源 再分別給予分數 最後最佳一位得三分 次佳一位得二分 而餘下的一位得一分 現在來到我們評判給予寶貴評語的時間 請問有沒有哪位評判想先發表評語 如果沒有特別要求的話 或者我們按照一開始評判的次序 去逐一給予評語 現在先請周曉君小姐 走雙方的表現給予評語 謝謝周曉姐 大家好 請問聽得清楚嗎 聽得清楚嗎 對 聽得清楚 是 是 反方請問聽不聽到嗎 請問反方聽不聽到 反方聽到 請問反方聽到 謝謝 好 謝謝 那麼呢 我有幾個概念想說一說 第一件事 我想雙方都爭拗了很久 就是究竟 翻身和主題設計 是否真的一樣 而由正方看 他就覺得翻身不等於主題設計 其實這個 我想是給了反方一個很大的壓力 其實很簡單地說一個類比 如果你家中要裝修 如果你只是翻身的話 可能只是門要弄一弄它 或者是地磚、地板換過它 但未必會有一個很明顯的主題風格 如果我們說要是一個主題設計的話 可能就是整個家 可能按照日本 可能沒有印封 類似的風格去設計 這樣才為之是一個主題設計 我就會覺得 可能就這件事 其實反方有很多位置都扣得不緊 尤其是前場是比較明顯的 例如我們看到 正主和反主之後的發言 之後他們問的問題 就是還在衛生方面 或者鼠患的問題 其實我就會覺得 這些問題其實和主題設計 是不是真的很有關係呢 這個就是 其實反方你要弄清楚位置 可能主題設計方面 你要扣題扣得更緊密一點 然後第二個問題 就是定位的問題 其實正方的定位 我覺得正方的策略是聰明的 因為他用一些很簡單易明的字眼而合 不斷地重複 令大家明白 公屋街市的定位 原來是要教練密尾服務 當區居民 我覺得這個是正方可能說得好的地方 但是反方 其實你的位置 我聽完全場 只有主辯和結辯 是很記得這件事要說的 我抄襲了主辯 就是說 他會損失一些 舊有傳統的 買菜群體 以及結辯提到 要照顧不同年齡層的需要 其實這兩個位置 我覺得是主題設計 最有特色 最能夠吸引 可能是年輕人的定位 但是很可惜的是 中場的時候 其實是聽不到這件事的 而且我看到這個位置 大家沒有很仔細地說 其實我覺得 因為我可以用商場做一個例子 例如不同的商場 他為了吸引人流 他會以不同的主題 還會定時去更換 吸引人們去買東西 去那裏消費 可能有些人是去那裏打卡 同時都會帶動消費 這是對於年輕人來說 一個吸引力 但是 如果正方說 當區居民 可能是比較重要的服務對象 反方不妨可以想想 可能會不會是當區居民 知道街市改善了之後 可能會不會是年輕人 會由以前 不會跟家人去買送 然後慢慢變成了一個 因為環境改善 或者有一個主題設計 即舒適了之後 他們是會去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位置 其實是可以 再有多一些解釋 然後第三件事 就是可以看一看 就是 空置率的問題 其實雙方都有提到 空置率如何改善 或者問題 其實你就要想 如果按照當區的定位 就要看 其實是否那些民生 店舖仍然都在街市裏 還是空置率 例如空置率高了 或者低了 原來它低了 是因為它有很多連鎖 進入了 可能跟隔煉物味 那些東西 是否真的可以 繼續維持到低成本 或者是會不會有影響 其實這方面 我想都可以再說 還有 我覺得雙方的例子 其實是去到後場 才說得多些 其實這些例子 是前場的部分 應該要提及不同的公屋 街市例子 不要去到 可能去到結辯的時候 大家還是很斟酌這些例子 因為我想 去到收尾的時候 我都期待雙方可以呈現到 給我看的畫面 就是 活化了之後 可能對於整個區 有什麼改善 或者可以做到總結的功能 不要只是跟我們說 我們現在數一些例子 或者問 很斟酌於對方 我能否舉到很多例子 其實 因為它要回答你的問題 只要它是一個 有準備過的同學 其實它都能夠回應到你的問題 或者它已經可以回答到 其實這個 我覺得 不是一個很有力的總結 我希望雙方都可以留意一下 可能在你們的分工和合作方面 例子如果你是有 而對方是剛好問及的話 那就不妨早些提出 我就記得 好像正方 其實他回答反方的第一條 主辯問之後的問題的時候 他的回應都比較單薄 但其實他的方向是重的 例如這些時候 不如給一些例子 例如同學們回答 可能在互相合作方面 可以做好一點的話 那就不會讓後場 都只是去到一個 例子的泥沼墊 我想大家的合作表現 就會比較好 我的評語大概到這裡 如果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稍後再問 謝謝大家 謝謝周小姐 我們現在再請何冠林先生 為今天雙方的表現 給予一些評語 好 大家好 雙方清楚了嗎 大家聽到 我大概今天評語和一如以往 我會交代我今天這場比賽 我自己傾向給哪一邊 以及會解釋為什麼 也會就雙方表現給一些建議 我今天的比賽其實都頗精彩 比起第一場 我覺得雙方個別變源的能力 或者表現都不錯 但是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今天的內容 我到最後選了給了政方 我覺得其實雙方很貼近 但是之所以為什麼給政方 如果用一句說話去概括和歸納 我覺得政方今天講的說話內容 整套說法是不太動聽 但是比較完整 反方嘗試去構建一個動聽的說法 但是我覺得相對而言並不是太完整 跳下去講今天雙方的爭論 政方我覺得今天聰明 他嘗試收緊一條辯題 今天針對什麼叫做公屋街市 所以政方今天反覆其實強調一件事 就是他嘗試將公屋街市的定位 用了四個字去概括 叫做家裂物美 我覺得今天戰場其實也可以由這四個字去討論 因為其實反方某程度上 都不反對用家裂物美這件事 去套下去公屋街市 在政方的構建裡面 他覺得今天最大的問題就是他嘗試定位 什麼叫做活化 什麼叫做主題活化 正方會覺得 用剛才評判的說法 正方會覺得 活化其實就是做一些修緝 我們不需要去到主題活化 因為主題活化會造成兩個問題 第一就是價格上升的問題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達不到價裂 而第二件事情 你其實只要在挑戰對方 是不是真的密尾 但是事實上 政方自己有沒有去講 為什麼影響到這件事情 會導致一些密尾 其實某程度上 政方沒有真的用了價裂物美 政方對於密尾這件事情 略略大的都是覺得 因為他價格不高昂 所以他的質素 就不能夠提升了 因為都是主要價格問題 有碰少少 你會覺得 因為貴 可能租金成本上升 到時候貨品未必會很能夠提升 但是我自己覺得 重點其實政方花最多時間 都是在算掩的成本問題上 另一個成本問題 相反反方今天嘗試構建另一個故事 反方的故事就是覺得 公屋這件事情 就是今天的街市 一開始他並沒有將重點放在公屋街市 他覺得街市的發展 他描繪了一個街市發展的藍圖 覺得街市的定位由過往 可能是照顧基層為主 但是到了今時今日 街市開始沒落了 所以很多年輕人都不願意去街市 而離開了這個街市 所以做這件事情能夠帶來兩件事情 第一 就會覺得整個活化能夠吸引到年輕人 第二 就是你覺得能夠提升到整體的環境 好 我們在第一個戰場裡面爭拗 有關於成本上升的問題 坦白說 政方今天嘗試不斷說 今天成本上升 因為我們做了你的主題活化之後 成本會比活化更貴 所以實在跟上一場我見的差不多 其實政方並不是真的說到兩者之間的成本差異 上升了多少 事實上 反方今天的攻擊 亦是其中一個攻擊點 就是問你兩者之間的差異 是不是真的貴很多 政方今天大概我見都用過幾個例子 例如第一 你嘗試利安邨就說 基本上升也很貴 而做了主題更貴 但事實上 這裡我會覺得並沒有很明顯的突出 多了多少 事實上我相信政方也未必有例子 但是你亦與此同時用了兩個例子去算驗 第一就是有愛商場 你就說 租戶表示萬多元租不回原來的單位 加上又有些壁畫 又有些音樂 沒什麼必要 再加上用了一個落庫 上升一成租金的例子 所以整體大概能夠算驗到的就是 我會覺得 好像感覺上 雖然翻身沒有清楚地比較 但翻身好像會便宜一點 而這個公屋做了之後 有主題會比較貴 但是坦白說是否貴很多 或者相差是否很明顯呢? 其實政方還未做到 但是這個時候 反方我覺得他的工房有在這裡做出了一點問題 就是 反方有兩套說法 第一套說法就是你嘗試質疑 究竟是不是真的上升了才上升了多少 我覺得這是沒問題的 問題就是你同時有第二種說法 就是說 好 我退一步跟你說 這個 我就算當它是價格貴了 但是密尾 你要不要密尾 公屋居民 值不值得擁有這些東西 來到這裡 其實看似邏輯上這兩種說法可以並存 但是打出來你會發覺有些奇怪 是因為政方如果後面有很多論點都是建基於這件事 真的可以提升了很多質素的話 你真的會毫無疑問 正方例如你包括你嘗試說的配套 包括你嘗試說的工程 又或者你說的主題 甚至搞活動 的而且確 用常理去推測 它是會導致成本上升的 所以其實反方的內容更傾向於你覺得 密尾比價念更重要 而你應該質疑對方的價也不見得念 但是我覺得處理上 反方今天做到的不是特別好 就是有時候在兩種說法裡面 你們會有一個條約 尤其是到了後半場 反方不肯只是跟你討論密尾 但是與此同時 又會仍然停留在質疑 價格是不是廉的時候 要求對方不斷論證的話 我個人覺得 因為事實上反方也沒有一些很具體的證據 去證明你和對方的價格差異並不大 所以我覺得這個位置有一點點存疑 去到的位置就是 坦白說我會覺得這個位置我是打和的 因為 證方並不能夠說到這件事事實上會貴很多 而反方也未必證明到這件事不會貴很多 所以我覺得在價格上是否真的令成本上升了很多呢? 但是我覺得表面證供上似乎 證方說了多些結果 是有些成本上升 但是反方呢 因為你的預警其實你也不反對密尾 因為你也不反對成本 是會貴多了 不過你覺得值得 所以在這裡我略略會覺得 價錢好像真的會貴了 好了 更加關鍵了 如果價錢真的貴了 我去評論究竟雙方是否真的完成了你的故事 就是我們需不需要密尾 或者密尾值不值得呢? 證方今天我覺得花很多蝙蝠嘗試在渗染一個道理 雖然不是特別好聽 證方的價值裡面就會告訴你 公屋的居民其實也不用貴很多其他方面的東西 老人家最重要都是平靚靚的而已 公屋其實最重要是你維修好一些廁所 不漏水就可以了 甚至他覺得冷氣的東西也不是很必要 雖然聽起來好像不是很好聽 但是這個時候反方想構建世界 我覺得這裡就差一點 反方今天嘗試構建一個世界就是 你覺得街市不止於這樣的 新型的街市值得更多 但第一我覺得反方用了很多時間 或者有少量的例子 是說一些什麼電子消費的 我覺得這個並不… 可以幫助居民更多 在這個時候 反方我覺得著重的是有很多名稱和例子 的而且確 例如你說了一些例子 好像歐陸風情小鎮 小西灣那些一蚊海鮮 又或者後期到達台下販民的時候 那些船屋與四合院設計 但是我覺得 也有少少停留在明目的層次 就是其實證方已經很白地問你 這些事情真的如何有利於公屋的居民 尤其是證方嘗試塑造那些都是一些老弱 或者是老人家為主 但是反方在這個時候嘗試說 不是 我們其實今天想吸引更多的人流 吸引更多的年輕人想重歸於街市的市場 但是因為反方 我又覺得你沒有很具體地說 如何透過你 除了那些明目之外 真真正正有效益地可以透過你的街市 去活化整個街市 以及有成效 當然有個別例子 但是我覺得整個畫面就是 因為證方、雙方其實都沒有比較 進一步去說 那麼我們真真正的需要街市發展是如何呢? 這個時候我唯有嘗試用一些常理去想 證方說的公屋 今天的主題 好像貼近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公屋相對地好像老人家 真的比年輕人多 例如活化了 那麼現在公屋的住戶 究竟是年輕人多還是老人家多呢? 例如證方也有問 我打卡是否等於街市活化變得更好呢? 那麼這些疑問 我覺得可惜的就是 反方去到結辯 除了 告訴我們 其實有這些事情 我覺得比較明目 多一些就是 我們有很多 像你這麼說 很多噱頭 很多東西會令它變得更好 但這個好到底有多具體? 以及有多構合公屋居民實體的需要? 以及那些年輕人去多了 是否真的幫助到 符合你們覺得 第一 這是否等於你們的物美 還是活化了形象? 還是你所謂的體驗? 因為你的體驗也不含在價格上 會令東西變得漂亮了 或者貨品種類增加 就變成好像反方 比較口號構建了一個 好像會多了 但是多彈性 但是又未必有很具體的世界 而相反證方又好像略略地 物價會上升 而對於老人家而言 好像真的跟公屋的形象沒有這麼配合 所以我覺得證方的完整度會令我覺得比較好 所以我到最後就會覺得這個說法上 證方相對完整 給一些建議 我也說得很長 但是證方我自己覺得就是今天的方向是正確的 但是我覺得你們需要的就是做一些例子和內容的整合 因為你預料對方問你價格的時候 我覺得今天證方有一點擠牙膏 一時用友愛 一時用樂腐 一時又去到利安 如果你們真的很想湊見一件事叫成本上升不多的話 我覺得這裡你們除了內容和算驗上應該可以整合多一點 更加完整地說到 或者甚至多些描述和比較 一個你心目中的基本維修和主題兩者之間 究竟對方有多少東西是不必要的 還有數字上有你們嘗試去計算一個大概的整體 我覺得如果證方可以更加在這一方面歸納 而不會擠牙膏 變成在這個突顯第一個戰場成本上升的位置 你們會更加鮮明和更加好 但是我覺得對於公屋散驗那件事 初步我都覺得算是不錯的 相反反方今天如果你們想說的storytelling 是這件事好了 我覺得反方其實抓到路 例如你會想說由整體配套去設計去策劃 但我都會很希望有一個比較具體的說法 例如證方也有問你如何策劃 如何去有什麼活動 如何去做到一個你心目中吸引到年輕人 可能例子不需要多 但可能你集中用一個例子 由不同角度你們所說的內容裡面都涵蓋到 而且去更加完整地刻劃你們心目中 未來會變得更好 可以多一點例如舉例 如果你們心目中構建你想吸引多些年輕人 你會不會多一點算驗 街市的定位今時今日其實可能不只是區內的人 又或者你們都會說的就是如何服務到那些年輕人 可能在一些新型的屋邨 其實整個屋邨的發展配套 都是有這個年輕人的形象 或者年輕人的比例 又或者老人家 其實中間你也有加插一個例子 老人家其實都不等於他們的主題 配合不了老人家需要的 當對方說到老人家很不需要的時候 反方會不會更加具體的 例如你們說過老香港 一些集體回憶 都可以更加吸引到老人家 老人和年輕兩邊都可以兼顧的話 會不會令到你的故事性 整個說法更完整呢? 在具體化上 所以我覺得正反雙方都可以在這些內容上更加努力 如果雙方有什麼建議 需要或者有變題 個別變緣的表現 都可以完結比賽再問 我今天大致上分享是這麼多 謝謝你 謝謝 我們最後再有請郭浩然先生 今天雙方的表現給予一些評語 好,我想問一下聽不聽到我說話 聽到 好,我就很簡單地說少少少 其實我覺得今天在整個比賽中 是相當精彩 而且在正反方的交鋒位置 是比較多的 我聽到前面的時候 我發覺兩邊的主辯都用了一個比較特別的概念 去起了主線 我也有些期待要開始 但後面可惜沒有延伸得很足 正方主辯用了一種 其實現在這些公屋街市 應該要做一種維修 它用了一種概念 其實它是類似活化的程度 但它未去到活化的程度 它只是一些簡單的維修 這種維修的好處是 用的錢相對較少 而且有實際的受惠作用 令到最後不會造成這種主題活化中 所謂的價格會轉嫁到消費者 但到了反方 他們主線說了一種消費心理 他們提出了 其實我們應該要去美化一個環境 令到消費者更加接受在這個地方消費 例如說它衛生了 其實可能是一種保證 所以到了反方一副的時候 他再提出 其實主題這件事已經是一種社會的趨勢 我覺得這個概念其實是挺有趣的 而且我期望後面會繼續說 因為他就說食肆、商場等全部都會有所謂的主題 這些主題其實本身出現的目的就是要去吸引消費者 好了,接下來就是因為這兩件事 到底這個價格會不會轉嫁到消費者 兩邊的爭拗就提出了一件事叫做 價廉物美這個概念 所以如果總括來說 其實政犯商方今天的討論最大交鋒位就是 到底價廉物美這件事能不能夠共存 在政府的角度 他就覺得當然不可以共存 你今天要我去拿這麼多錢出來 去重新去做一個主題的活化 去用很多錢 變相可能租貴了 租貴了,那些錢怎樣可以找回來 未要消費者去付 所以這兩件事不能夠共存 政府一直在後面說 不斷地說那個價格會轉嫁到消費者 都是指出這件事 但是反方提出的說法就是 就算不能夠共存 就算不能夠共存也好 基於我剛剛提到一個消費者 對於環境的心理 或者現在的社會趨勢來說 其實是沒有什麼影響的 所以反方可能會讓你給一些數據 例如說其實貴了多少錢 或者貴的錢是否令消費者不願意在這裏買東西 在這個街市裏消費呢 政方在這方面其實就沒有一個很一針見血的回應 他去到後場都是不斷地說 那些公公婆婆她未必喜歡這些主題 她只喜歡平靚 但是對方說的說法就是 我們現在是在看整體 但是你多了其他人 或者其實現在可能在街市買東西不一定是老人家 越來越年輕化 等等各樣東西 所以這方面其實兩邊的交鋒是比較大的 那這要如何才可以到公司在交鋒上拿出一個有明顯優勢? 我覺得譬如説譬多其實就是說 其實譬法商方你欠缺的是 在這一個爭拗內面最重要的词份就是消費者 其實今天這件貨品和物件在街市裏是否貴 并非我們貴 譬如說有方已經覺得很貴 反方觉得其实也不太贵 但其实哪个说也不是最准确,哪个才是最准确呢? 是消费者自己怎样说 如果今天消费者自己也跟你说,我无所谓 好像现在那些一田超市那些 他们是贵一些的,但人家那些可能是有机、高质、包装、冷气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特意去一田买菜 可能反方要提出,消费者自己也说他不买这件事 贵了一点就贵一点 可能他真的觉得只要那件食品或者货品是漂亮了 或者是卫生了的话,我就能接受到 有些家庭可能会觉得我宁愿贵多几元买一棵菜 比吃到肚子,然后给几百元看伤 有些家庭可能会这样想 可能政方又会提出,那些消费者不是这么想的 他们是喜欢便宜就好 但无论是双方,哪一边都好 都没有真的拿到一个消费者的角度 即是可能是拿了一至两个个别例子 但不能够拿到一个比较确实的数据例子 所以这件事其实一直拒绝不清 一直拒绝不清 一直拒绝反方觉得值得的 他们不介意的 正方就觉得 这件事情上 我们看到价格上升,所以就一定有影响了 最后我想给多一个建议政方 其实价格上升这件事 是否就是一个贸易呢? 是否它一定不好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政方的推论是比较少的 即是有说到它贵了,但贵了不是即时地构成一个闭杵 即是你可能是描绘了一个事实出来 但贵了,实际上的影响有多少呢? 其实我觉得正方你也有责任去再将它具体的说出 否则没有了画面,到最后我只知道这件事贵了 但可能去到后面,反方真的跟你说到环境有多好 卫生有多好,它有多吸引的时候 你那些所谓几元的贵了 在整件事上面是否真的有那么大影响呢? 这件事就会有个问号在这里 而最后在评论上,双方的立论 我的分数是相当接近的 唯一的分差是出现了在 发问和回答环节 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 可能是一些在即场反应上 如何去回答才是最好的 这些其实跟你们 可能之前开会准备的主线 看得出来是很努力的 所以在主线的设计和各样的分数上 是颇为高的 但可能在即时反应上 就会多加一点训练 这样就会获得更好的分数 最后再一次多谢赛会和主席 双方的学校和可sir 准备这个赛事 我的评论到这里 感谢三位评判宝贵的评论 今天的比赛结果已经在我手上 现在将会由我宣布赛果 首先是最佳辩论员的奖行 今天的最佳辩论员是正方的第一副辩 说乃长同学 恭喜 而至于今天的赛果 正方得票两票 反方得票一票 换句话说 今天胜出比赛的是正方 圣言中学 恭喜 今天这场比赛也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